1978年4月30号 下榻在北京饭店的马万奇 难掩兴奋 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节日豪情 焕发姿 风华喜见盛年时 良辰庆幸凌军论 万众清心大致时 马万奇的失信大发 源于他与邓小平的一次会面 当天邓小平在北京 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 接待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代表 在人民大会堂的晚宴上 马万奇被安排坐在邓小平的旁边 二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马万奇的儿子马尤里回忆说 那一次从北京回到澳门 父亲很高兴 说中国的整体基调要变了 当时叶健英老先生就叫他坐在邓小平老先生的旁边 邓小平先生当时就跟他说改革开放的事 他准备改革开放 准备将中国基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就非常高兴 遇到改革开放 就开始很有希望了 马万奇 1919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 他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 九届 十届 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澳门中华总商会 永远会长 早年受日军清华战争的影响 马万奇来到澳门 并再次扎根 其后他身居澳门 始终兴系祖国 对抗战 国家建设发展多有助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 马万奇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议 积极发动侨胞投资祖国 并率先在内地投资新办实业 充分利用自身在海外华人商界中的声誉 大力对外宣传国家改革开放政策 当时海外对中国方面还不是很了解的 所以他引用很多海外的基本去内地去投资 他本身也投了很多 马万奇积极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移植到内地 同时为了改善内地的交通状况 他与和贤、霍英东等一起投巨资扩建广珠公路 还兴建了四座横跨珠江之流的公路大桥 当时这个交通相对来讲是非常不方便的 他说要搞好这个经济 一定要搞好这个硬件方面 一定要搞好这个交通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是马万奇多年来坚持的做事原则 改革开放后 他曾先后深入到广东珠海、佛山、赵庆等珠江三角洲地区考察 1979年4月 马万奇率澳门工商界贸易团前往广州出席广交会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 和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市长杨尚昆向他征询意见 想在临近香港澳门的地方划出一块土地设立一个经济出口货物特区 马万奇对此深表赞成 当时是省委书记 他做了整个调研 他回去就跟中央建议做一个特区 整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爸爸首先在体制改革方面他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在澳门 马万奇长期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积极辅助中小企业 推动澳门产业向高端发展 在澳门商界享有很高声誉 各界人士都十分敬重 1987年4月 中普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确认澳门将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中国 马万奇被推举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他与各位委员一道 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 一句句反复推敲 参与这个基本法的事情 我爸爸有提上 他提出中央也特别重视 比如说这个驻军 因为回归前澳门的机案很乱 当时他说一定要驻军除了提升这个解放军的形象以外 对这个机案也非常有良好的作用 澳门回归祖国后 马万奇曾深情感慨 国家国家 祖国是国 澳门是家 他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全力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为实施一国两制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为保持澳门繁荣稳定 做出了新的贡献 他一直对所有国家都有信心的 他一直对所有国家都有信心的 澳门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马万奇赫然在列 对于这位一生坚持不懈 践行爱国爱澳事业的楷模 这份殊荣实至名归